加薩人道危机持续恶化 联合国也表示 光是过去三天 就有十名工作人员在加薩不幸遇难 而加薩自续崩解 也迫使联合国关闭了四座物资分配中心 此外目前还有大约600名美国人受困加薩 但是哈马斯却是千方百计 堵挠外国人离开 对斯白宫表示 哈马斯提出了多项放行条件 更要求一定要获得满足才肯放人 29号联合国卡车再度将大量物资送进加薩 美国国务院表示 当天进入加薩的卡车多达45辆 是以哈开战以来最多的一次 但这些物资恐怕看得到拿不到 因为日前传出物资遭到掠夺 迫使联合国关闭四座物资分配中心 联合国不仅要担心物资被抢 也得面临炮火威胁 光是28到30号 联合国就有10名工作人员在加薩丧命 10月7号以来 联合国员工已经有多达63人遇难 而滞留当地的外国人 同样处在水深火热当中 受困加薩的美国民众表示 现在每天上街找水 已经是加薩常态 物资不足 更有人为粮食大打出手 目前还有大约600名美国人受困加薩 但哈马斯却千方百计 不准外国人离开 离开加薩无望 同样受困的CNN制作人 担心自己遇难后 孩子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 于是开始教导孩童煮饭 战火下的孩子被迫提前长大 成为人编译